再录一个视频 咱们现在呢就能够 接下来就是它的所影和切片 我们看一下这个所影和切片 这所影和切片是吧 这个和我们之前的是类似的 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这个所以 来咱们现在就回到干嘛当中 我们创建一个 Python3 给它改个名叫做4- 这个叫做numpy 它的所影和切片操作 首先我们来一个注释 之前咱们的列表 之前的列表是不是也有切片操作呀 切片和所影的操作对不对 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先倒一下吧 咱们importnumpy as np 然后呢我们就使用np生成一个随机数 np的random 咱们调用它的randint这个方法 我们呢就从0开始到150 给它一个size 咱们这个size是吧 比如说我现在给它生成多少个数呢 50个 接受一下啊 我们就叫nd吧 咱们打印输出一下 咱们现在就发现你看这个nd当中 是不是它既有这个有大一点的值 也有小一点的值啊 那我们再查一行 这个nd是吧 它也可以有一个方法叫to list 调用这个方法叫to list 这一旦to list之后呢 接收一下叫l 打印输出一下 大家看这就是咱们的to list 这个是不是就是咱们的列表呀 让我们print一下啊 这个直行一下 你看这个直接输出和print 是稍微有点不一样的 就是说在咱们主python当中 主python当中 我们不写print 在最后是吧 给它一个l 我一直行 你看它是不是也有一个输出呀 这个就和咱们什么呀 你看这个就和咱们命令好像类似 你看我在这来一个python 我定义a 让它等于1024 直行一下 我可以print一下 这a是不是就出来了 我也可以只写一个a 我一回车 你看a是不是也就出来了 所以说咱们主python 浏览器上的这个规则呢 和面对行里边是一样的 为啥它一样呀 看服务器是谁呀 服务器 服务器是不是正在运行的这个面对行呀 所以说它的规则是一样的 咱们就能够发现啊 你看我们 所启动的这个服务 咱们所启动的这个 就是在面对行当中 咱们是不是也可以通过type键补权呀 我们之前学过一阵子的Linux Linux当中它的补权 是不是就是type键 你觉得我们CD CD进入哪呢 bass the top 来一个type键 你看就有了 我刚才只输了一个des 来一个type键 直行 看是不是就进去了 所以说它是相通的 那我们就print一下咱们的L print的话它会显示的会稍微舒服一些 是吧 好那假设说是吧 我现在就看一下所以 我想要把谁呢 113取出来 133取出来 我想要把133取出来 那咱们插入一行 其实就是ND中锅的0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我想要把最后一个62取出来 怎么样取 负1是不是就行了 那列表是不是也一样 看列表L中锅0 你看133是不是就出来了 给一个负162就取出来了 这不是差不多吗 是吧 类似啊 但是它还有更强大的功能 我现在想要把133 122 120 116 三个数同时取出来 咱们是不是可以切片呀 我除了切片 我还可以012 我也可以索引 看 这种方式呢 就叫索引 看 直减一下 133 120 116 是不是就取出来了 当然也可以切片啊 切片肯定可以 是吧 对于列表 咱们也采用这种方式 把它取出来啊 我就取三个 是吧 那这个1呢 咱们换一下啊 中锅号 012 能不能取出来 谁说呢 看 不能 列表是没有这个方法的 列表只能取一个 在这边咱们注视一下啊 列表只能取一个 只能取一个 所以说它就 它就不能取多个 咱们再来看啊 我现在呢 我想要把所有分数 大于90的 给它找出来 我把分数大于90的 那咱们就拆一下 那咱们下面是不是就是ND 让它大于90呀 这是不是一个逻辑判断 这个逻辑判断一执行 大家看是不是就不行的 除和false呀 对不对 咱们如果是除 就代表什么 这个值是不是大于90 如果false 是不是说明它怎么样 小于90是吧 这个就可以作为一个条件 我们南匹在进行索引的时候 你看南匹在进行索引时 咱们可以怎么办呀 可以使用bole bole型的值 来进行检索 所以我们就发现 这就很强大了 是吧 你看假设说这个数据呢 我们存到数据库里吧 我有一个需求 我要把所有大于90 v的全取出来 你是不是就得写cycle语句呀 官方去写cycle语句 cycle语句里边 是不是就会对这个值 进行一个判断呀 一扶这个值 是吧 vare 你肯定得来一个vare 是吧 vare value 大于90 我们就把它取出来 那你看现在 咱发现 你看这个南匹 这块是不是就相当于是 跟数据库 类似呀 它也是一个条件 相当于咱们获取一下 那就是nd 中光啊 c und放进去 你看我一直行 这所有大于90分的 是不是就全取出来了 那咱们看一下 力表行不行 看我一行 我们让l呢 也大于90 一直行 它就不行 是不是 力表怎么样 和咱们的int能进行计算吗 能进行不行 是不是 那咱们l中光啊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中光 我们给一个处啊 执行 看看行吧 给一个处的话 它是不是把谁给取出来了呀 它是不是把120给取出来了 那为啥不取这个第一个呢 是吧 这个第一个是 我们来一个false啊 你看给一个false 是不是133就取出来了 但是如果说我要给多个呢 给一个处 给一个false 直显一下 看这个时候就不行了 同样的原因呢 力表也只能取一个 虽然它可以使用处和false 但是力表的功能 是不是就 看起来和咱们难辟 是不是就逊色多了呀 好 那你看啊 我现在呢 是这个大于90 同时呢 咱们的小于130的 这个大于90 同时呢 小于小于这个 我们看这里边这个分数啊 比较小的有多少个 我们就小于60分的吧 看咱们相当的 一个人大于90 第二个呢 咱们来一个 我们把小于60分的 也取出来 我们呢 特别关照一下 那这个时候这个条件 是不是就是nd小于60呀 对不对呀 上面这个我们起个门叫cund1 下面这个是不是就是cund2啊 你看cund2 看一下咱们的cund2啊 改面有处 看 有的分数是不是就是处呀 好 那么咱们现在呢 把这两个条件呢 给它合起来啊 你只要怎么样呀 大于90取出来 小于60 是不是也取出来啊 那 我们下面的话就去执行一下啊 咱们的cund1 然后来一个 cund2 执行一下 咱们我看一下这个运算啊 嗯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add add是病是吧 这说明呢 咱们这个是 这个不支持这种运算的 是吧 呃 我想一想啊 看一下这个 看一下这个add号啊 大家看这个add号是不是执行呀 这个除了add号呢 还有一个树杆 看 就是它不支持all 不支持咱们的这个 这个add 那但是它支持什么呢 是不是支持咱们这个运算符号呀 嗯 树杆是不是就代表all 嗯 这个 这个add号 这代表什么 是不是就代表这个与运算呀 对 所以我们来一个树杆啊 新的这个条件就cund 咱们这个呢 就是选出 带于90 然后呢 小于60的 这个数值 那 进行了运算之后呢 咱们就nd 中光啊 将咱们的cund放进去 带上 高分的和低分的是不是就选出来了 是啊 哎 这个是咱们90的这个 索引和切片相用的这个 这是它的索引啊 我们一对比 咱们就发现 90的这个功能是吧 和列表比起来 是不是就比它强悍多了呀 嗯 对吧 这就比它强悍多了啊 咱们再来看啊 这是所以 这个我们同时呢 也可以修改数组当中的值啊 让咱们现在去修改一下 回到咱们这个代码当中啊 这个我们的值呢 依然是 这个nd 打印输出一下咱们的nd 来看133 咱们现在就可以将这个133是吧 给它修改一下 来一个中光啊 0 我们的设置成1024 然后呢 咱们打印输出一下 你看一直行 它是不是就变成1024了 嗯 所以说可以通过索引的方式去修改 咱们这个是一维的 这二维的也一样 再往下看啊 拆入一行 我们给一个二维的叫nd2 那就把np.random rand int 咱们从0到150 给一个size 我们给一个10 咱们给一个3 这个时候你看咱们的nd2就有了 现在呢 我希望把这个143 这个值呢 给它取出来 怎么取呢 看怎么把143给它取出来啊 那是不是就是nd2中光啊 来一个1 来一个谁 来一个2 这个你看是不是就取出来了 这为啥是1和2呢 咱们可以数一下啊 看是不是可以数一下 这是不是第一行 这是不是第二行 我们的第一行的所影是不是0 第一行的所影是0 第二行的所影是不是1 所以说它就对应了1 咱们第二个人看一下利啊 这是不是第一利啊 这是不是第二利啊 这是个第三利啊 所以说这个第三利啊 它是不是对应的2啊 012嘛 是吧 我们这个就取出来了 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这 这个叫nd2中光啊 来一个1 是不是也可以来个负1啊 看这样也能取出来 看143也就取出来了 是不是 你看我们还可以这样 二维的 咱们也可以进行逻辑运算 插入一行啊 这nd2让它等等多少呢 143 看我指向一下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等等143啊 等等143 那如果你要是143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返回处啊 这也是一个条件啊 叫CUND 咱就根据这个条件是吧 去检索咱们的数据 看那就是nd2中二CUND放进去 你看我一直行 143怎么样 取出来了吧 是不是啊 所以说Numpy索引证是吧 它就有非常强悍的 这个检索数据的这个功能了 你看我们的Numpy呢 它提供了 它提供了方法 咱们就可以怎么样 检索我们想要的数据 这不就是数据库提供的 这不就是数据库 所有的数据库 是不是都这样的方法呀 我们写SQL语句 我们写任何的一个SQL语句 其实我们就是要找到 我们想要的数据 是不是啊 所以说当你学这个代码 学到一定程度之后 你发现是吧 数是吧 所有的数据 其实最后 它的这个结构是吧 都跟数据库里边类似 我们工作当中 大部分内容呢 很多都是对数据库进行操作 对数据库进行清洗 所以今天上午给大家看 那个工作岗位是吧 这都是无论是web 无论是爬虫 无论是数据分析 无论是建模工程师 机器学习工程师 要求的都是要精通数据库 是吧 所以说你如果数据库这块 准备的特别好 你去面试的时候 你就可以好好跟他聊一聊 是吧 当他问到数据库是吧 那你就兴致不然的 是吧 给他讲一讲是吧 给他讲上半个小时 是吧 然后拍拍他的大腿说 走呀 服务服 所以说我们必须得 就是准备好 就是把这个数据库 一定要搞好 面试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法宝了 好 这个是咱们的索引 那咱们回来继续往下看 这刚才索引我们其实都讲完了 现在咱们看一下这个花式索引啊 花式索引就会一下子检索好几个 这就相当于一下子给他检索好几个 也可以使用波尔形的数值进行索引 波尔形 刚才我们是不是也尝试了呀 我们还可以使用IX 也可以使用这个这个IX这个函数来进行索引 比如说我们 IX函数 可用于组合不同项量 以便获取每个这个tube的结果 如果要从如果要计算从每个项量ABC当中取得的 所有这个三个元组的这个这个核 叫做A加上B乘以C 怎么样 获取A加上B乘以C 那咱们这个时候呢 就给它获取一下 那这个是比较高级的一个一个一个方法 现在的话那么我们就 我们就创建一个 大家看A当中四个 B当中三个 C当中是不是是五个呀 这都是意味的 来咱们回到这个 代码这 那这个呢就是 IX这么样一个方法 NP里边的 它呢有一个这个IX杠 有这样的一个方法 这里边这个参数 看一下这个方法的一个介绍 就是construct an open mesh from muti 叫mutable sequence sequence有序列的意思 是不是 mutable是不是就有多重的意思 那我们现在就给一个A 咱们给一个B 给一个C 这个A呢我们就创建一下 咱们这个A呢就等于 np.array 小括号 中括号 咱们给一个1234 它是几个呀 是五个吗 给几个都行啊 我们给四个三个五个 是吧 1234 然后咱们再给一个B B呢就等于np.array 中括号 咱们给一个 这个4 3 给一个2 然后再给一个C np.array 小括号 中括号 12345 给一个五个 好 那么我们指向一下 大家现在就能够看到 你看咱们这个数据呢 就np.rx 是吧 现在是不是就有一个返回呀 有了这个返回之后 咱们现在发现 你看这个 这个数是吧 就发生了一个变化 我们这个数是吧 还是1234呀 这个呢是这个432 这个呢还是12345 但是 发现维度不一样 维度是不是都变成三维的了 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 去接收一下 咱们就可以去执行这个计算了 Ax Bx 加上Cx 由这个Ax Bx Cx之后呢 那么我们就 让A 这个Ax 加上Bx 乘以男人的Cx 就是你看我一直行 咱们这个结果呢 就有一个输出 Ax加Bx 乘以Cx 咱们就有一个输出 如果我们要不使用 Bx的长度呢 Bx的长度呢 Bx的长度是3 咱们C的长度 C的长度是5 所以说 那我们就得通过这个Np.ax 给它进行转换 转换之后 这个维度就对应上了 我们刚才有反应输出 咱们经过这个 它经过咱们 这个方法的转换 经过这个方法的这个运算 那么我们发现 这个维度是吧 就可以匹配了 好 维度就可以匹配 它的作用就是让它进行匹配 那么我们具体公式是什么 无所谓 我们也可以让它怎么样 三个连乘 这也都可以 你看一直行 是吧 这都是可以的 你可以拿一个这个减法 减法 加法减法 乘法除法都一样 这就是减法 所以说我们 这一个操作是吧 Np.ax 再看一下这个方法的一个介绍啊 叫Constract Constract是不是有构建的意思啊 构建一个OpenMesh 这个Mesh呢 有交叉的意思啊 Mesh就有交叉的意思 For Mutant Sequence 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方法的一个作用啊 这也说了 Use Ix 这个看Quickly 可以快速的去构建 索引Array ZView Index Constract的这个Product 我们就可以通过它呢 去进行一个这个创建啊 这是我们Ix这个函数 看可用于组合不同的向量 以便获得每个Ntube的结果 例如如果我们要计算 从每个向量ABC当中 取得的所有三元数组 A加上B乘以C 那么我们就得使用咱们的这个Ix 对它呢进行一个转换啊 这个我们就发现 看这是咱们的结果 接下来呢我们再展示一下 叫Display Ax Bx Cx 直显一下 大家看这是我们的展示出来的结果 这Display和Print差不多 Display有展览的意思 Print有输出的意思 是吧 这两个意思差不多啊 数据呢都不变 但是呢它都变成三维了 一旦变成三维 这维度是不是就可以对应了呀 现在我们就看一下 这不是Bx这个不是Cx吗 我让它俩相乘一下啊 你看咱们的Bx 乘以两个Cx 你看直显一下 它就变成什么样的一个数据了 你看就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数据 你看我们的 我们这个是4 8 12 16 20 这个是怎么来的呀 是不是4乘以1 4乘以2 4乘以3 4乘以4 4乘以5啊 那我们再看这个3啊 这第二行 你看3 4 9 12 15是怎么来的呀 3乘以1 乘以2 乘以3 乘以4乘以5 是不是15啊 2最后一行 2乘以1 2乘以2 是不是24680啊 所以说形状对应了是吧 就可以成 好 那么这个是咱们这个所以 接下来咱们再看啊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切片啊 切片这个大家也不陌生 是不是 那咱们回到这啊 我们对咱们的数据进行一个切片 看一下我们的ND 好 这是我们把这个长度是50个的数据 那就来一个切片啊 把号切到10 前10个是不是就有了 对吧 我们参入一下ND中央号 咱们从2开始我们切到10 这个时候就出来8个 是不是啊 我们再来啊 这个切片的时候呢 ND中央号可以来两个冒号 来两个冒号是不是 隔几个切一个 哪一个2啊 看就是1024116是吧 101 和原来的这个数据比起呢 就是隔两个取一个 那我们参入一下 咱们ND中央号我们切片的时候 咱们是不是可以倒的切啊 嗯 你比如说我们切到多少呢 咱们从 复3一直切到最后 只想一下 现在切出来的就是最后三个数 看 先不写 咱们先直想一下 最后三个数不是110 7662中央号 负3 这个时候就切到了后三个 咱们在切片的时候呢 ND中央号 负号负号 是每个多少个 我们可以给一个负1 给一个负1就意味着什么 是不是就倒过来了 是吧 6276 我们也可以给个负2 负2意味着什么 每个两个它倒过来 是不是啊 那这就是咱们这个这个切片啊 咱们这个切片呢 还有 你看这是代负号的 我们可以看 START STOP和STEP 看START STOP和STEP 可以 就是说 咱们以咱们那个代码为例啊 看这不是ND吗 它的数据有很多 咱们就中央号 我们呢就从130开始切 看130 那数据是0 1 2 3 所以我们就来一个3 然后来一个负号 负号我们这个 到多少呢 咱们呢到负3 这负3是不是就到110啊 对吧 负1 负2 负3 然后还可以再来一个负号 如果要不来负号的话 你看我一直行 这是不是就出来了 我再来一个负号 就代表间隔 这我每间隔多少个啊 每间隔两个 你看我执行一下啊 是不是就每间隔两个啊 我也可以 隔三个执行一下 这就是每间隔三个 给它取一个数据 所以说 我们还有这种形式 当然我们这个笔记呢 做的是很详细的啊 这块都有说明 从所有2开始 一直到所有8停止 间隔是2来获取这个数据 好 那么咱们接下来再来看啊 这个我们签片操作是吧 我们就操作一下咱们的图片啊 你看这是不是有一张图片啊 这这图片里面的数据 是不是也都是数呀 我们想要把这个图片里面 这个值取出来是吧 咱们之前 我们在学Python基础的时候 是不是都安装过Pillow呀 我们上一周咱们使用Pillow 进行过这个图片验证码的识别 是不是啊 好 那咱们在这呢 把Pillow给它等来啊 from Pillow 咱们import一个image 选择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然后呢我们拆入一行 那我们就找一张图片吧 是吧 大家看这个 这个是给了个鱼啊 我们给任何一张图片 是不是都行啊 这是圆图 这切片之后的这个效果呢 咱们发现你看这个鱼 是不是倒过来了 那这个鱼这样倒是吧 这个是这样倒 然后发现这个鱼的颜色 是不是也可以变化呀 好 那咱们现在呢 就从网上随便找一张图片啊 咱们就 咱们就找一个稻子吧 找一个狗啊 图片 找一个这个有左右的 那就拿这张图片吧 看这有一个球是吧 咱们就诱击 然后呢 图片令存 看右击 图片令存 这张图片呢 咱们启名叫DOJ BugGPG 把这张图片放到咱们C盘下面 用户 Soft Pro 我们在这创建了一个 叫01-JP02 然后咱们进入这个 这个里边 在这来一个粘贴 这张图片呢 就保存下来了 看一下当前路径 有没有这张图片 点开 我发现就有这张图片了 是吧 那么我们现在使用Pillow呢 把这张图片给它打开啊 1密值 咱们在这个当中是不是就 这个是一个module是吧 然后点 点它的什么方法呀 open 点反鞋 完全路径下有一个Dog 我们输入Dog来一个type键 它自动就提示了啊 那你输入一个D来个type键 它自动也就提示出来了 那我们就展示一下这张图片吧 这个不就是一个Dog吗 Dog 打印输出一下这个Dog 大家现在就能够看到 你看这个狗是不是就出来了 是吧 这个狗显示就直接就显示到咱们 在哪儿当中了 这里边的数据是什么样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的数据啊 open一下Dog 咱们查看一下它的类型 print一下叫type 把Dog放进去 写错了 少一个n 直显一下 我们现在就发现 你看它是不是是一个类啊 披露下的jpeg image plugin jpeg file是不是 那咱们想要获得它的数据是吧 咱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啊 np的array 小括号 将咱们Dog放进去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呢 就是Dogdata Dog 杠 Data 现在咱们把Dogdata 打印输出一下 你看我一直行 诶 大家看 Dog是不是就出来了 看到了吗 Dog就出来了啊 看一下这个数据是几维的 三维是吧 我们这张图片是彩色图片 是不是啊 看咱们这个是一个彩色图片 所以说我们这个数据呢 是三维的 这三维分别代表什么呀 分别代表它的高度 第二个是不是宽度呀 最后一维是不是颜色呀 所以说呢 这正好就对应着三维 看三维的这个数据 那我们现在有了这个数据之后 你看Dogdata有了 咱们看一下啊 这个数据太多 我们就发现中间是不是省了号啊 因为一张图片当中 是有很多像素的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就 这个数据就稍微有点大啊 那现在根据 今天所学南皮里边的方法 属性 Dogdata 我们是不是可以查看一下 它的社会啊 现在咱们就看到了 266 400和3 是不是啊 这266代表什么 重视一下 266代表它的高度 它的高度呢 是266像素 这400呢 代表它的宽度 最后这个3代表什么呀 红绿蓝 是不是啊 代表红绿蓝 我们知道这个红绿蓝 是不是叫三原色呀 我们这个三原色 可以通过这个比例的组合 可以将世界上所有的颜色的 都给它组合出来 是吧 当年这个牛顿不是用这个棱镜是吧 它的光一折射 你看这个颜色 是不是就 白色的这个光 是吧 经过这个棱镜的折射就是赤城黄绿蓝链子 好 那么 这是三维的 咱们现在呢 就将这张图片 我们给它进行一个这个切片啊 插入一行 那就是倒个data 就是倒个 下环线 data 来一个中光号 这切的时候咱们怎么切呢 这首先第一个是高度 是不是啊 我们从零开始 咱们切到100吧 从零开始交100 现在是不是就有一个 这个小一点的倒作了 咱们就叫倒的1啊 切完之后咱们显示一下 这张图片啊 这显示的话 咱们可以使用1米的点 来一个type键啊 它有一个方法 叫forom什么呢 看是不是有一个 叫foromarray啊 我们这个bog1 是不是正好是array啊 看到这个bog1 是不是正好是array 这bogdata是什么呀 你看 我们可以获得它的shape 是不是啊 这说明它是不是 咱们今天所学的ndarray数组啊 插入一行 咱们看一下它的type啊 叫bogdata 你看我一直行 是什么 是Numpy的ndarray啊 所以那我对它进行切片之后 咱们的数据 是不是依然也是一个ndarray啊 所以这个1米就有一个方法 叫foromarray 咱们就将这个bog1放进去 你看我一直行 是不是就被我切了一部分啊 那咱们在这个切的话 你可以这个让它一部分没了 我们也可以怎么样 两个m号来一个-1 大家看这个狗就怎么样了 是不是就倒过来了 对吧 你看这个狗就倒过来 这是一种bog 咱们接下来再插入一行 我们让这个bogdata是吧 中光2 网号 我们让它在第二位倒过来 这第一楼就是高度吗 我来一个网号 什么都不写意味着什么 什么都不写 是不是所有数据都保留呀 然后第二楼我来一个负号 是不是就相当于将它的左右宽度 是吧 进行调整 咱们起个门就叫dog2 现在的话呢 emage.for of query 小括号 将咱们的dog2放进去 你看我一直行 这个狗就怎么样了 左右是不是就颠倒了 原始的时候这个狗是这样的 是吧 经过我这样的一个调整 你看这个狗就变了 是不是 对吧 咱们还可以修改它的颜色 颜色是不是最后一维啊 那就是dogdata 中国号 mah mah 最后以为mah来个负一 原来的时候这个颜色是红绿蓝 你看红绿蓝 我如果要将它颠倒 它是不是就变成蓝绿红了呀 对吧 那咱们这个就叫dog3啊 叫dog 叫dog3 现在咱们就去显示一下这张图片 那就是emage.for of query 小光 咱们将dog3放进去 你看我一直行 哪个地方可以写错了 是吧 dog3 是吧 dog 执行一下 现在你看这个狗 现在看这个狗是吧 颜色是不是就发生了一个变化呀 刚才这个球是不是蓝色呀 现在我们这个球是不是就变了 你看还有这种操作是吧 这个图片操作有很多啊 比如我们在QQ视频聊天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在视频上 就是给它加一些效果呀 商量节来了 我们就可以在头上戴一个帽子呀 或者说给这个识别出来你的嘴之后 在你嘴这儿是不是给你加一个胡须呀 都可以呀 图片操作有很多 中国有一家上市公司叫 叫美图秀秀是吧 他做图 他就是处理图片处理的 你看很专业是吧 美图秀秀 好 那这个呢 咱们接下来再看啊 我们再找一张图片啊 叫Rose Rose 玫瑰花 咱们就找一个玫瑰花吧 Rose 这玫瑰花怎么不太多呀 咱们说中文啊 现在你看是不是就有很多呀 那我们随便从这个当中找一个玫瑰花啊 我们就选这个吧 看 选这个吧 这玫瑰花不存在是吧 就选这个了啊 你知道这个玫瑰花是分好多种类型的是吧 有红色的玫瑰花 最常见 白色的玫瑰花 还有一种玫瑰花叫 还有一种玫瑰花是这个蓝色的玫瑰花 蓝色的玫瑰花那就比较贵了是吧 我们一般这个蓝色的玫瑰花是不是都叫蓝色妖姬啊 这就很贵了 你像这一朵玫瑰花前年节的时候可能卖十块 蓝色的玫瑰花可能一朵就卖一百 是吧 那咱们诱姬啊 把这个图片给它保存一下 这不是红色的吗 我们把它做成蓝色的 iose 好 那这个图片就保存了 然后咱们就使用刚才的这个切片操作 把这张图片呢给它打 打进来啊 叫一密质 i meje.open一下 咱们这个玫瑰花 这个玫瑰花呢就是 点板鞋杰 roos type键 提示出来 现在呢我们就有一个roos 有那个roos呢 把它等于 显示一下这个roos 红色的玫瑰花是不是啊 然后呢 我们就插入一行 现在我们拿一个蓝色妖姬 这个就贵了啊 是吧 这个就贵了 那我们就操作一下 那就是roos 中括号 末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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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一 显示一下它 image.fromm array 小括号 执行 这个哪个地方给写错了 image.fromm a fromm array 诶 这哪个地方给写错了呀 哦 我们这个roos是吧 它是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没有这个方法 想让它有这个方法是吧 我们再接收一下 roos就在mp.array 咱们将这个roos放进去 这个时候大家看就有了 诶 大家看 现在我们就得到了蓝色药剂 这个绿色可以啊 想要绿色的是吧 简单 这个绿色变了 因为我们是不分青红皂白 咱们直接将这个给颠倒过来了 是不是 咱们如果说想要 想要怎么样 我们想要这个让绿色不变 只让红色变 咱们得给调劲 你看这里边是不是有绿色呀 看这个地方都是绿色是吧 现在呢咱们给一个调劲啊 这绿色还让它是绿色 是不是 那咱们现在就插入一行 那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为什么是红色呢 是吧 把这个roos输出一下 如果它是红色 它的第一个值是不是都比较大呀 对吧 如果它是红色的话 这个第一个值都比较大啊 咱们现在看一下 它的这个平均值啊 我们可以调什么呢 调劲 我们现在发现平均值是不是64呀 我们在求劲的时候 咱们可以给一个轴 我们让这个 咱们让这个轴呢 我看看啊 等于负一 这个不行 咱们让这个轴呢 等于零 等于零也不行 咱们现在这儿啊 叫roos中瓜 冒号冒号冒号零 看这个是不是都是它的红色啊 冒号冒号零 这因为红色 是不是叫最后一围啊 我们最后一围不是 我们说它的默认的顺序 是不是叫红绿蓝啊 所以说这零 所以是几 零 然后这个绿呢 是不是就是一呀 然后我们这个蓝呢 是不是就是二 所以说我在取数据的时候 冒号冒号零 咱们取的是不是 所有都是红色呀 然后我们调一下它的min 调min就是求它的平均值 咱们看一下这个平均值多少 是不是140 所以那么 我们现在呢就规定啊 你只要是带140 那这说明就是红色 如果你要是红色 我就把你的颜色给你调整一下 现在的话咱们就 roos 中国号 莫号 莫号 零 我们给它一个条件 叫带一段啊 140 这个时候你看我一直行 咱们是不是就得到一些 处得到一些force呀 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呀 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条件 叫CUND 有了这个条件是吧 咱们就可以 根据这个条件 去修改咱们的值 根据咱们的条件 去修改咱们的值 那我们使用roos 中国号把这个条件放进去 既然这是一个条件 大家想这个条件 是不是可以大一些 也可以小一些 我现在取了一个平均值啊 这个待会如果效果不好 咱们调大或调小 那找到这个条件之后呢 咱们来一个中国号 莫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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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个复一 这个时候我们执行一下 这个too many design 是吧 咱们把前面这个 先把条件放进去 看这个时候咱们这个数据 是不是就 就得到了 是吧 得到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把它搭成一个整体 把它搭成一个整体 然后再对它执行什么呢 莫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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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一 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执行 还是报了这样的一个措施了 等会我看一下 咱们去执行一下 现在我们发现 咱们这个是不是就是二维的了 因为我们根据条件取出来 这个就是二维的 那如果是二维的 我们就这样 莫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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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个负一 这个时候你看 就可以颠倒过来 是吧 颠倒过来这个数据呢 我们是将一部分 给它做了一个操作 咱们齐个人叫rose1 有了这个rose1是吧 咱们接下来再插入一行啊 rose中光号CUND放进去 把这个rose1给它放到这 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现在插入一行 显示一下咱们的rose 那就是image.fromarray 咱们将这个rose放进去 诶 大家现在就能够看到 你看 这个绿色 有没有变 绿色是不是没变 我们这个红色是不是都变成 红色是不是都变成什么了 是不是变成蓝色 我们给它这个条件够苛刻啊 咱们再给它苛刻一些 是不是 因为你给了 你平均值140 你给了140 这个当然就不行了 比如说我们给多少呢 咱们给90 看我们给一个90 因为现在这个rose呢 咱们是这个操作过 所以我重新再去生成一下rose 加点这个rose 加点完rose之后呢 获得它的数据叫rose 然后的话咱们 这个平均值就不需要计了 把这个改成90 90之后呢 咱们把它给它整合到一起啊 Ctrl V 待会咱们再去解释啊 然后让图片呢 去让咱们的image去显示一下这张图片 你看现在我来执行 大家现在就能够看到 你看这个花是不是就变了 因为这个红色是吧 有的红色是不是比较淡啊 所以说这个经过转换之后呢 我们就发现是吧 这个绿色还是之前的绿色 咱们看一下 之前的这个图片长什么样啊 你看 这里边是不是它的绿色啊 和我们现在得到的这个 你看 一样不一样啊 因为这个 这个绿色呢 咱们应该是没有调整啊 你看这个绿色没有调整 所以说这个 那这个条件还是不够苛刻 我们就可以 蓝色腰肌的绿色 蓝色腰肌的 我们看一下啊 蓝色腰肌的绿色 好像和它差不多是吧 嗯 这就说明我们 条件没有弄好是吧 嗯 咱们现在这样啊 我们这个条件给的 这个这个 这个90值可以调大 可以调小 咱们假如说 我现在给一个大一点的180 咱们看一下效果 嗯 给个180 重新呢 现在一旦是重新去加载一下咱们的数据啊 来 这样一下 这就是Rose 有了Rose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给它起个门叫RoseData Data 叫RoseData 这个时候呢 哎 我们就不用每次都去加载了 然后我们这给个180 咱们看一下这个效果 给180的时候 我看一下 哦 这个时候呢 这个叫RoseData 是不是啊 我们修改了 叫Data 有了这个RoseData之后呢 我们在RoseData 找件它的Condition 然后RoseData 根据这个Condition呢 这个对于我们一部分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将一部分颜色 咱们进行了调整 是不是啊 根据什么条件呢 上面是Condition是条件 大家看这个条件 我是不是选出来的是红色呀 咱们选择的是红色 只要你红色值大于某一个值 我就认为呢 你比较红 我就把比较红的值呢 给你颠倒过来 现在咱们再来执行一下啊 叫RoseData 现在你看我一直行 看一下咱们这个绿色 还是之前的绿色吗 是吧 这就是因为这种光当中是吧 红的它不够彻底 咱们刚才从网上下载的这种 你看我们现在就发现 你看有的它是淡红是不是啊 有的呢 那我们就以这个为例啊 咱们就以这个 这个当中你看 绿的和红的是吧 比较明显 图片令存为 给它起个名叫Rose2 回到咱们代码当中啊 咱们之所以 把下面这个代码 又讲了一下 是因为刚才有同学说 能不能让绿色的还是绿色 让红色的变一下蓝色是吧 所以说我给了个条件啊 你看你上面是吧 上面其实咱们 要是不给条件 所有的这个颜色都进行了翻转 现在你看是不是就是特别懒啊 然后呢 我们再加载一张图片啊 那就是image.open 小括号 点反写上Rose2 jpg 接收一下 这个就是Rose 有了这个Rose 咱们获取它的data 那就是Rose data就等于np.array 小括号 然后我们加这个Rose 也显示一下 大家看这个图片就有了 是吧 很显然 你看这个红色就比较模糊 这个就清晰一些是吧 它可以很显然对于背景进行个虚化 然后我们就插入一行 那就是Rose 中国号 莫号 莫号 零 红色取出来 直写一下 叫Rose data Rose data 现在大家看 这个就是咱们Rose data 我们现在可以去求一下它的平均值啊 叫me 看这个平均值是不是130啊 所以咱们现在过滤的时候 我们 过滤条件了 叫它大约 我们让它这个 这个大于100啊 让它大于100 大于100 这就是一个条件 有了这个条件之后 我们现在将这个颜色数据翻转 我们把那些满足这个条件的数据才翻转 不然那会其他的不翻转 那我们就根据这个条件去Rose data当中去找数据 中国号 Cund 这不就找到了吗 找到了这会让中国号 冒号 冒号冒号 负1 这不就翻转了吗 看 这个现在就是蓝色 我们起个门叫Blue啊 Rose 这只是这个花的一部分 因为我们是根据这个条件取出来的 如果我们想要让原图是吧 进行一个这个操作 我们还得把这个BlueRose是吧 替换一下 那就是Rose data中换Cund放进去 让它等于BlueRose 现在的话我显示一下这个图片 那就是咱们image.from 小光 将咱们Rose data放进去 下面你看我一直行 大家现在就能够看到 你看咱们这个玫瑰花是不是 就变了 感觉这个绿色也变了 是不是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咱们这个怎么也变了呢 看一下这个 咱们看一下这个绿色 这绿色确实也给变了 是吧 我想一下 它不应该有红的和蓝的那个图片换 应该把那个255减去红的图片 255减去红的图片 这个红的那个图片 打给它变小了 肯定是咱们这个条件没有弄好 咱们看一下这个条件当中 有多少个处啊 Cund 我们去看一下它的 这个 看一下它的核啊 如果说这个处当中 所有的都是处 是不是说明咱们这个条件 选的就不太苛刻呀 对吧 那我们就去看一下 它一共有多少个这个数据啊 我们就来一个怎么样的 SUM 215,850 这个215,850 然后呢 咱们再看一下 就是咱们 这个叫RoseData 中国号 冒号 冒号 0 看一下它的Size 看一下它是多少 咱们现在就能够看看 你看它是不是三万 三十多万 证明肯定有一些颜色没改 是不是 是不是有一些颜色没改啊 那我们这个条件呢 咱们再把它做得苛刻一些啊 我们给多少呢 给200 满的不是255吗 我给200 现在咱们再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这个重新支援一下 咱们这个数据加载 我们给200 现在再来执行 诶 大家现在来看 绿色是不是还是绿色啊 看到吗 绿色还是绿色 是吧 这个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 你看 有一些是不是没有变啊 我们可以继续定位啊 可以继续定位 这就说明我们给的这个200 是吧 是不是就差点意思 是吧 我们刚才给100 是不是 咱们刚才给的100 这个值有点小 是不是我们把绿色的也给它弄成 对吧 是吧 咱们把绿色的也给改了 是吧 咱们现在就可以这样啊 我们可以来一个组合条件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 你看这个是咱们的一个con的 是吧 我们让它大于100 我们让它们叫C1D1啊 这个C1D1 那咱们现在就看一下这个 这个绿色是吧 之所以成为绿色 这个这个值的组合是 它是怎么组合的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给它过了一条件了 是吧 咱们就看一下纯绿色 纯绿色 它的RGB值 那RGB叫Red Blue Gray 是吧 咱们看一下啊 咱们现在就能够看到 你看 这个RGB值如果是0255 这个是不是就是纯绿色啊 什么是最蓝色啊 是不是就是0255255啊 什么是黄色啊 是不是255255 0是吧 那咱们在大碗当中进行操作的时候 是吧 这我们不是要找这个 咱们不是要找这个红色吗 红色的这个值肯定是什么呢 红色这个值要大 是吧 第一个值大 对不对啊 其他的值是不是都小啊 咱们再来一个condition2啊 就等于Rose-data 中国号 Mal号 Mal号 来一个1 我们让这个值得小于多少啊 是不是得让它小于一定的值啊 因为我们要找什么呢 我们要找红色 看 咱们要找红色 红色的第一个值是大 其他的值是不是都小啊 我们现在就给一个条件 让它小于多少呢 让它小于60啊 再来一个condition3 condition3呢 就是现在呢 我们就获取它的蓝色 蓝色不是2吗 让它也得小于60 condition1 condition2 condition3 咱们是不是得这个组合起来啊 这下单是羽呀 还是货呀 羽 羽是不是啊 C1D就等于 C1D1 来一个爱的号 C1D2 再来一个爱的号 C1D3 下单咱们再来执行 哎 大家看 怎么样 成功了吗 是吧 这回是不是就好多了 是吧 我们 你看就可以通过这种花 我们发现 你看它在这个边界这 是吧 都是显点红 是吧 这个红不够 是吧 所以说它就怎么样啊 红的不够 是不是就没有识别它啊 来 把这个改成80 只想一下 是吧 效果也不太好啊 是吧 这肯定是其他的值 没有达到 是吧 我们调大调小 现在我们就发现 你看这个是不是还是绿色 所以 这最后一个呢 就相当于我们给了一定条件啊 给了一定条件 去找咱们的数据 对它进行操作 给了一定条件 好 那么 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 今天的内容了 这个上下的这个时间呢 大家需要 把我们这个 给了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